MING PAO TORONTO 要跟人說,對品酒有認識 除了對酒本身有認識 酒杯也很講究 我們眼前也有很多不同的威士忌杯 其實是否已經整個家族出來了 還是還有其他? 其實如果說到威士忌杯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這裡只是其中一點 如果像我前面這裡 很多人說 最傳統的我們是否應該 用這杯杯去飲威士忌 其實不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不同的酒類 都是一直在演化 經常花多眼亂 眼前這麼多杯 哪一杯可以說是最適合去飲威士忌? 其實通常我們說 最適合飲威士忌的話 可能是這一類屈甘香的酒杯 因為其實它比較平常的酒杯 是比較小很多 以及杯口是窄身很多 有助集中一些香氣 通常如果我們一瓶威士忌 可能都會倒20-30ml左右 因為這個尺寸就會是最適合的香氣發揮 倒了酒之後 最好的步驟就是欣賞威士忌 這樣做 其實如果欣賞威士忌 最首先的步驟一定是聞香 因為我們很多專門 是給威士忌的酒杯 都是主要集中的香氣 讓你容易聞到 其實你聞香氣 亦都對你之後喝會有影響 通常我們會把杯子放在鼻子附近 其實慢慢左邊鼻 右邊鼻再試一下 其實不同的角度 有時都會展現出不同的香氣出來 當然了,聞完之後 去到喝酒 我們就會把酒放在口腔裡 就不會說一定要留多久 因為始終威士忌是一個比較烈的酒 你太久的話 可能辛辣的感覺也比較強 但是如果我們慢慢放在口腔裡嘗試 亦是讓空氣去接觸一下 你會發現原來威士忌 你真的越喝越不同的味道 明白 所以下次大家欣賞威士忌的時候 千萬不要心急